好 我們上兩次 我們講到關於我們的好行為都帶有罪污 然後我們所有的侍奉 真心侍奉 我們需要求耶穌赦免我們的罪 但是神是會紀念的 和會賞賜 如果是真心為神而做的 就算是小的侍奉 都是金銀補石 當然我們希望為主做更多 但是如果是出於假意 或者驕傲 或者是為了自己利益的 這個就是草木鵝街 我們這次都會繼續講到關於賞賜 給大家更加認識 神所給的賞賜 首先第一點就是為主付出的 今生得百 佩來世得永生 我們一起讀一讀這個經文 《馬虎福音》十章二十九節 耶穌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人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 或是弟兄姊妹 父母兒女田地 沒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 就是房屋弟兄姊妹母親兒女田地 並且要受迫白 在來世必得永生 我們是一個互動的形式 我們有幾個咪在下面的 我會問一些問題 大家可以首先思考這個經文 耶穌說到 好了 人為我和福音 兩件事 一樣就是為耶穌 第二個為福音 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有些答案可以很簡單的 不過大家去思考 人為了耶穌和福音而撇下這一切 那為耶穌和福音有什麼分別呢 有沒有人想回應呢 有回應呢 舉手我可以立即有個咪交給你 耶穌 福音其實都是說 利塞亞君王耶穌基督自己的本人 就是為了我和耶穌基督 我和福音 我是耶穌 為了耶穌和福音 你再說清楚一些 為了耶穌基督和祂自己的永生的訪問 福音就是福音 福音 福音是讓更多人得了生命 沒錯 你再解釋清楚兩件有什麼分別呢 一個是去到神面前 兩個是讓耶穌基督在我們身邊中作主 OK 你照那個字的意思就可以了 這兩件為什麼會有兩件呢 有沒有人想回答 一個是為了耶穌 就是為了神的緣故 為了和神的關係 為了耶穌 祂的美好 第二呢 就是為了福音 就是為了耶穌的福音 會拯救世人 就是說我們為了耶穌的緣故 因為愛耶穌 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 我為了福音 想更多人相信耶穌 在這裏也看到一件事 就是耶穌的重要性 因為有些人 他們說耶穌沒有說自己是神 有些人這樣說 他訪定耶穌是神 但我們知道聖經很多證據證明有神 在這一個經文 其實有講到耶穌的很特別的身份 有沒有人想回答 在這裏有講到耶穌的特別的身份 在這個經文 譬如 我只有一種比喻 我沒有 你為了耶穌斯或者福音 去做什麼 我不能這樣說 因為我沒有理由為了人 他說為了耶穌的緣故 而去拼一切 也就是說耶穌的身份是什麼 主人 主人 主人還有呢 祂是救主 祂是救主 祂是神 因為神才有這個資格 就是你為我而拼一切 我就會祝福你 那就是祂才有這個資格去祝福的 好了 他就講到 拼下房屋弟兄姊妹父母兒女田地 沒有不在今世得百倍 就是房屋弟兄姊妹母親兒女田地 那這個問題就是 怎麼叫揭下這些一切呢 那就是說 是不是不愛父母呢 不是不要 但是呢 就是不要會這麼看重那些東西 要個心看重的就是耶穌 為耶穌去做事 去傳福音 要更多人靈魂得拯救 OK 好 非常好 那我舉一些例子 譬如呢 家人就想我們 做某些事情 是神未必想我們做的 這樣的時候 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譬如家人說 你不要用那麼多時間親近神 那 的時候 我們跟這個經文 就會應該怎樣做呢 繼續親近神 繼續親近神 你一想答 立即舉手 我們立即有個麥克風給你的 可以 因為這樣才行 現在OK了 我可以和你講回 那就是 繼續親近神 但是同時呢 我們保不保持 跟神的關係呢 跟那個家人的關係呢 都保持 這樣東西呢 就有時候比較困難的 就是又保持跟他關係 但是呢 又不聽他的一些吩咐 就是我們有很多吩咐 聽的 但是呢 如果他叫我們不要親近神 我們就不聽他的吩咐 但是呢 我們都不要冒犯他 不要故意在他面前 就做多些 就不要在他面前做那麼多 不要讓他看到那麼多 就是我們自己私下做多些 但是有些不可以避免的 都我們照做 那這裡呢 即是講到說 譬如我用一個例子 譬如有個人很有呼召 想去侍奉神 但是他家人說 你不可以不可以 你不可以侍奉神 或者說 有些家庭裏面的責任 你一定要做 你不可以去全職侍奉神 那我們可以怎樣回應他呢 他做那天侍奉神 交代 是的 是的 而同時呢 和他的關係怎麼樣 請他喝茶 是的 同時呢 和他建立好的關係 就不要因為這件事 而和他敵對了 好了 跟著那個問題就是 我們撇下這些 就剩下百倍 是什麼 就是房屋弟兄姊妹 母親兒女田地 放下那件事 只剩下百倍 是什麼意思呢 有沒有人想回應 這個好像比較 好像有些矛盾那樣的 有沒有人想說 我們為神去放下一些東西 當我們去 將那些東西放下之後 是他為神做的東西更多 但是神的賞賜 就更加更加多 給我們 是的 神的賞賜更加多 不過那些賞賜 又是房屋弟兄姊妹 我就問你 為什麼放下那些 又剩下那些 因為呢 在神的裏邊 神會給我們智慧 去處理問題 我們一樣 和兄弟姊妹 建立好關係 他們知道我們的心 知道我們的心 是對他好的時候 我們的兄弟姊妹 就會對我更加好 好像我今天這樣 當我要來教會的時候 我會去到晚上才回家的 我老公不想煮飯的 其實 那我就 怪了他 即是不要生氣 那我就 早上一早就請他 看戲 看早唱 看完之後 哈哈哈哈 那一下就 就來敬拜神了 那他就很開心了 是的 那就是你 唯有建立和他的關係 會做一些事情 令他開心的 讓他可以接受你回去教會 這個是 這個是非常好的 那我的問題就是 那怎樣得分 那樣東西的百倍呢 是什麼意思呢 他意思就是說 我們那樣東西好像放低 但是反而呢 兩種情況 一種情況就是 就在這個家人關係上改善 以至他們更加 和我們的關係更加好 因為我們為耶穌的言故 而放低他的關係 反而兩個人的關係更加好 我們可以帶來信耶穌 而整個家庭關係更加好 這是第一種的情況 就是那個人得到耶穌的祝福 然後我們整個生命提醒 這是第一種情況 第二種情況是什麼呢 那個家人是拒絕我們 所以在那個關係上 的確是有困難的 不過 神在另外的地方 給我有更多的弟兄姊妹 更多的擁有的 房屋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 不是一定說我擁有的產業 而是我能夠有機會去服侍神 我在地上和天上的產業 都是很豐富的 神就給我百倍的 封城的產業 就是說 有時是失去了一些 但是呢 神會給我們更多 在耶穌裏面 得到更多 我們都同時說 有些人他們真的 的生命就不是得到很多 為什麼呢 他信耶穌 但是他沒有聽耶穌話 結果他的生命 不是得到很多 有些人的生命 的確不是有這麼豐盛的生命 但是我們聽神話 神就說 這個祝福 這裡講到兩個領域的祝福 是什麼呢 兩個領域的祝福 一個是 幾時 另一個是幾時呢 今生 今生 和來生 即是今生會得到祝福 然後來生得到祝福 即是今生 神會祝福我們的生命 成為多型的祝福 好了 好 接著後面加了兩樣 一樣我們喜歡的 當然是 永生 是吧 不過不太喜歡的 就是迫伯 為什麼耶穌會加上迫伯 下去呢 有沒有人想回應 為什麼要加多個迫伯 在這裡呢 如果沒有迫伯 就好了 今生得百倍 來世得永生 那就最好了 為什麼加一個迫伯呢 因為真的有迫伯 是 真的有迫伯 是的 他要同學有的 例子就是 譬如我們 我老爺死了之後 因為我老爺的錢被壓散了 那要搞個儀式 他們堅持要用道教儀式 那我們就 因為呢 我老公是只有一個兒子 所以呢 即是 我們一定是 出錢一定是我們搞儀式 但是我們堅持 就不會 會給錢去打仗渣的 即這個是我們的立場 因為我們覺得 不合乎神的意 會得罪神的 那我們在這個堅持的位置 其實我們都在受迫伯的 因為呢 就覺得 為什麼要 要愛神 同事要孝敬父母 為什麼好像不能夠共存 有一個位置 就覺得不能夠共存 接著我們受迫伯呢 就是我們 譬如阿拉雅 就會說我們兩個頭髮有問題 接著說我們不孝順 很多人都覺得我們瘋了 那你就要受著這些言語的迫伯 還有那些人會勸我們 你要體貼父母 體貼父母 但其實我們的心 我們裡面是想 我們想 神行先 這樣 那這個就是迫伯 OK 耶穌都有說的 他說 這個世界會恨你們 恨你以先 已經恨我了 因為世人不喜歡耶穌 因為耶穌 是叫人悔改離聚 很多宗教是什麼呢 給一些 你拜就會順利的了 你就會有錢的了 就是追求世上的東西 是得到自己想要的 基本上 他們是得到他想要的東西 但是呢 神是要我們 放下我們所要的東西 所以世上是不喜歡的 去悔改離聚 並且把生命獻給耶穌 很多人不喜歡的 他們獻雞就可以了 獻一些水果 一些小小的錢 他們可以 但是呢 十分之一對他們來說 是實在太大的 所以很多人是不願意 就會有反抗了 還有耶穌是告訴人 我們個個都只能靠神 靠自己的 很多人就抗拒 亦都不喜歡 因為魔鬼抵擋神 所以一定會抵擋 信耶穌這件事 所以我們一定會受迫伯 但是聖經答應受迫伯的人 會得到什麼呢 永生 永生 和你要歡美快樂 因為天上的賞賜是大的 神是真的會喜悅的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 你想到 我那時候 我記得我在外國的時候 有一個西人跟我說 在我的教會 有西人教會我開中文工作 那個西人跟我說 他說 我最大的投資 當時他買到那個屋 因為很多中國人移民去那裡 所以那些屋價很大提升 我相信提升最多都是三倍四倍五倍 已經很厲害了 十倍更加厲害 不過呢 我們在天國的投資 那種的回報是極大極大 所以我希望大家就說 神啊 我願意為你放下 我為你放下的 你一定會賜給我八倍 其實耶穌說八倍呢 其實是不止八倍的 我們每一樣要為神做的 是會更多更多的 是得更永恆的祝福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夠這樣投入 給神去走神的路 給神祝福 好了 跟著呢 講到那麼多前書 講到賞賜 我們今次講到賞賜 因為我們之前講到金運寶石 和草木和佳 這個經文呢 當我看的時候 我就在想 死人復活是怎樣的呢 我就去想這個經文 就想了一輪之後 分析我覺得達到的結論 合乎聖經的 我們一起讀一下 可能前書15章35節 或有人問 死人怎樣復活 帶著什麼身體來呢 無知的人 你所種的又不死 就不能生 並且你所種的 不是那將來的形體 不過是子粒 即如墨子 或是別人的谷 但神隨自己的意思 吸他一個形體 並叫各種子粒 各有自己的形體 凡肉體各有不同 人是一樣 瘦又是一樣 鵰又是一樣 魚又是一樣 有天上的形體 也有地上的形體 但天上形體的榮光是一樣 地上形體的榮光又是一樣 日有日的榮光 月養月的榮光 星又星的榮光 這星和那星的榮光也有分別 死人復活也是這樣 所種的是必那為的 復活的也是不那為的 好這裡講到 保羅問了一個問題 死人怎樣復活 帶著什麼身體 他回答這個問題 將來我們死人復活 會帶著什麼身體 然後保羅就說 你所種的 不是將來的形體 所以這裡講到身體 現在我們所種的 就是講現在的身體 而將來我們有另一個形體 好像子粒 你看到墨子的子粒 它種出來的時候 跟那個種子是不同的 種出來的 好了 講到第38節 神隨自己的意思 吸他一個形體 並叫各種子粒粒 各有自己的形體 即是在地上有不同的形體 肉體各有不同 人有一種身體 野獸一種身體 雀仔有身體 魚有一種身體 又講地上 又天上又怎樣 天上的形體 又有地上的形體 有天上的形體 又有地上的形體 即是有天和地上的形體 而天上的形體 的榮光是一樣 地上的形體的榮光 又是一樣 即是我們地上的形體的榮光 和天上的榮光是不同的 那由日有日的榮光 月有月的榮光 星有星的榮光 這個星和那個星的榮光 也都有分別 然後很重要42節 就回答35節的問題 死人怎樣復活 戴上什麼身體 42節就回答 死人復活也是這樣 所重的是必惱為的 復活的是不惱為的 有一件事很肯定 就是死人復活的時候 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就是由必惱壞 變成不惱壞 即是我們現在會壞的 為什麼呢 身體會有病 會衰老 會死亡 我們身體會變的 即是將來 這個講到一定是信耶穌的人 將來我們就不會惱壞 就會是一個榮義的身體 永遠都不壞 永遠都不會老 天堂是永遠都不會老的 好了 但有個問題就是 除了不會惱壞之外 還有沒有分別 就是說 將來我們復活的時候 是不是有不同的榮光 因為它講到 日有日的榮光 月有月的榮光 星有星的榮光 這個星的榮光 跟那個星的榮光 又有分別 到底是否講到 將來我們復活的時候 身體是有不同的榮光 即每一個人 他怎樣愛主 事奉主 是有不同的榮光的 到底 到底保羅是否想講這件事 有沒有人從經文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如果你有的可以舉手一下 到底保羅是否只是講到復活之後不老壞 還是他講到將來我們復活都有不同的榮光 有沒有人想回答 由經文去回答 由經文去解答這個問題 是不是可以證明這件事 牧師如果你問有和沒有 就一定是有的 因為經文去解答錯了 但是我們怎樣由那個句子連繫 就是這個句子 由這個句子的文法去連繫 到底是不是 就是保羅是講到 只是我們將來復活的不同 還是復活變為不老 他講這個日月星到底有什麽意思 日月星會是有不同的 所以他說日有日的榮光 有月的榮光 你講它完全不同 但是如果你說比較哪個榮光 比較明顯一點 如果我們用一般人的解釋 日就一定光個月 月又一定光個星 是啊 沒錯 那我想講就是由這個經文的上下的鋪排 譬如有些人說 沒有的 就是我們將來復活是個個都是一樣的 我們由這個經文怎樣去告訴他 就是根據這個經文的排列 我怎樣可以告訴他 是證明將來我們復活 每一個人的身體的榮光是不同的 由這個經文的排列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因為有些人看完這個經文 他說是啊 我們將來會復活不老懷 他只是相信這個人 他未必相信我們將來的榮光是不同的 我相信大家你聽過不同的講到 但是可能沒有什麼人聽過 將來我們復活個個不同的榮光 就是很少 就是我都沒有聽過牧師講這篇道 又講到將來我們復活之後的榮光是不同的 也都講到這個賞賜是不同的 就是這樣的用這個經文來支持 那到底這個經文可不可以這樣去支持這件事 我就是想問大家 如果在第41節那裡 最後一句 影響就是這聲門那聲的榮光也有分別 那就是全部都是有分別的 日和月會有分別 月和星亦都有分別 星與星之間亦都有分別 如果我這樣理解他們 日與日之間都會有分別 也就是說每一個人 如果你死了之後 根據這個經文 每一個人的榮光都會不同 OK 由文法的句子 哪一句可以讓我們達到這個結論呢 我就想大家由經文 那個句子的構造去回答 哪一句可以讓我們知道 它是在講我們將來復活的 每個人不同的榮光 那就是41節最大的那句 OK 你就講到這聲和那聲的榮光也有分別 還有沒有人可以看到 有另一句 或者你看到另一句 那一句是很清楚的 三十九節 凡肉體各有不同 OK 那這個講到 應該是說地上 是這個地上 沒錯 這個地上的 不要緊大家一起去思考這個經文 為什麼呢 因為不是每一個彪徒 或者每一個牧師都相信這個經文 是講到將來我們復活的榮光是不同的 所以我是未曾聽過有人用這個經文 去講到我們將來復活的榮光不同 我是未聽過的 我反而想問 為什麼它會看到是不同呢 就是有哪一句是會令它覺得不同呢 有很多人覺得太不可思議 或者他沒有細心去看 或者他覺得不足以證明 就是那個經文能夠證實 這裡有一句說話是證實到的 我就想大家找到那句說話 這個 是 你看到經文能語體就會看到的 是有一句 是很清楚講到 三十七節 三十八 OK 講出來 你差了麥克風 好 三十八節 一 它說神隨自己的意思 給我們每個人不同的形態 給我們每個人不同的形態 並叫各紫粒各有自己的形態 即是說 其實真的講了 人將來會有不同的形態 是神隨自己的形態 三十八都是說地上的 因為三十八和三十七是連貫的 OK 好 還有沒有人想講的 其實我想大家思考 過程呢 過程真的重要 過程是最重要的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就學到 如果有人有不同的看法 我怎樣由經文去達到這個結論 OK 好 我現在去講答案 鑰匙在四十二節 四十二節哪一句 大家講給我聽 死人部門有時是怎樣 是啊 沒錯 那你解釋 四十一到四十二節 將它解在一起 試試 將四十一和四十二節 連在一起去解釋 我想解釋你 我們討論這個 甚至有些律師都會覺得 這個經文都不足以去表達 我們死了之後 是會有不同的 OK 我反而呢 我會首先同在地上那裏 在地上那裏 如果我們看到三十七、三十八節 即是都是講 神會除去的意思 每人給一個形體 死了之後復活 都是這樣 就是你死了之後 每個人復活 都會有一個不同的形體 就好像在我們地上那樣 那如果你說那個形體 那個榮光會是不同的 就是四十一節 即每一個日都會有不同的榮光 每個月都有不同的榮光 即是如果我整段看 我就會看到 神給我們在地上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形體 死了之後 復活之後 亦都會有一個 每一個人都會有一個不同的形體 而最大的分別就是 復活的就是不扭壞的 在地上的就會扭壞 我整段看過就是這樣去理解 OK 好 我現在去由頭到尾 將這整段經文去解釋 然後將它達到這個結論 第一 寶萊問的問題是 死人怎樣復活 帶著什麼身體 他問這個問題 死人是怎樣的 復活之後會怎樣 這是第一個問題 他首先講到肉體又不同的 然後講到天上的形體又不同 天上的榮光又不同 然後他講到 有日月星和這顆星和那顆星都不同 然後他就說 死人復活也是怎樣 所以他是 42節這句說話 是回應35節 死人怎樣復活 他就說 有日月的榮光 有月的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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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星和那個星的榮光 有分別 死人復活都是這樣 那就是說 因為他一直沒有走第二個話題 他始終回應一個問題 地上的形體 天上的形體 地上的形體不同 天上的形體都不同 跟著他講完日月星的分別 跟著就說 死人復活都是這樣 所以那個句子的構造 就是說 那個回應的問題 到底死人復活是怎樣 就是好像日月星 和星的榮光都不同的 死人復活這樣 然後他就再加插另一點 是有兩點的 兩個分別 一個就是日月星的分別 第二就是 將來是不納壞的 有些人就覺得這段經文 只是講到不納壞 不過 他為什麼要講日月星的分別呢 就是講到將來復活之後 我們復活之後的身體是不同的 就是每個人不同的 有日有月有星 而這個星和那個星的榮光 都是有分別的 所以由這個經文 我們可以達到一個結論 就是說 將來復活的時候 是有不同的榮光 我們是會每一個人的榮光不同 我跟著下面有經文支持的 還有其他經文支持 這個經文都是支持 不過有另外的經文支持 這個只是一個圖 有日的榮光 月有月的榮光 星有星的榮光 而你看到 左邊那顆大星 右邊那些細星 周圍的細星是不同的榮光的 好 有另一個經文 我們先看這個 大約書12章3 就一起讀 智慧人必發光如同天上的光 那使多人歸耳的 必發光如星 直到永永遠 好了 這個講到 智慧人一定發光好將天上的光 那他這裏講的 還有那使多人歸耳的 必發光如星 直到永永遠 在彈利利這句說話 裡面有沒有講到程度 不同的程度 他是不是說 所有跟從神的人都一樣 好像天上的光 還是他講到不同的人 不同的熟神的人 可以去到天堂的 不過個個都不同的 在這個經文可以看到些什麼 他說智慧人 是不是就是說 所有信神的人都是智慧呢 就是所有跟從神的人一定是智慧呢 還是指到某些人是智慧一些的 比較智慧的那些就發光 好像天上的光 使多人歸耳 那是不是個個屬神的人 都一定使多人歸耳呢 那 所以這個經文到底是 在講什麼呢 有沒有人想回應呢 就是說 是不是個個一樣的發光 這個問題就是 那 回應 你可以講的 那經文可以看到些什麼呢 另外牧師 你都講過 我看到這裡有兩種不同的人 一種就是智慧人 一種就是使多人歸耳 是 是 那就是怎麼樣 跟著講完全個 那跟著就 所以他們發的光是不同的 一個就是好像天上的光 那這個天上的光就沒有正說 正說 就這麼清楚 就是日有日的光 月有月的光 那這個就是天上的光 那另外一個就是 就發光如星 就好像 就好像星光那樣大 但是其實我又在那裡想 其實是不是那個光度其實是不同的呢 天上的光好像是光一些的 星就是沒有那麼光的 這裏呢 它就未必很清晰比較那個 比較那個光的程度的 就是這裏 到底天上的光光一些 星光一些 就不是很清晰的 這裏 但是呢 我也會問你 使多人歸異是什麽意思呢 那使人多歸異的 就是向人全福音 那我們來世就可以得到永生 OK 這個經文是否說就是永生呢 直到永遠 是什麽直到永遠呢 就好像天上那些行星一樣 會發光 是啦 即是說呢 全福音叫人跟從神 在舊日的時候 他們不是傳我們現在的耶穌福音 他都是傳叫人們悔改 信靠神 跟從神 這樣的 即是他們這樣跟從神 都已經是傳福音了 那麼呢 他們就會發光如星 即是說那些 帶領別人去跟從神那些 就會發光如星 即是說這些人呢 他是講到這個 這句說話的 給我們帶出的含意 是 這個人 將來的 待遇是怎樣的 那個 語氣 給我們看到的 待遇是怎樣的 那些 使多人歸義的人 的待遇是怎樣的 發光有永恆的光 代表些什麽呢 代表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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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永遠都在發光 好 好 那我又問你一個問題 這個經文沒有說的 那些沒有使人歸義的那些 又會怎樣呢 這個經文沒有說的 不過我們可以推論 那些沒有使人歸義的人 會怎樣呢 沒有那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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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一定沒有那麽光 是吧 所以這裏呢 是有個意思就是 那些人 智慧的 他們會發光 智慧就是 能夠將神的話語 應用出來 這個就是智慧了 他會將神的話語 應用在生活之中 第二呢 他都會幫人 他帶人去跟從神 走神的路 遵從神 這樣的時候 他們就會發光 好像星一樣 這個有個意思 就是應該 第二個級數是高一點的 應該是 看這個感覺 就是 他會帶更多人 去跟從神 他們就會發光 好像星一樣 那這裏的經文 就很 可以帶出一個重點 就是 將來我們 復活的榮光 會不會有分別 是會有分別 因為這些人 是特別發光的 所以去回這個經文 所以保羅所講的 就是這裏其實 就是 我剛剛這裏 就將它總括了的意思 就是 日有日的榮光 月有月的榮光 星有星的榮光 這個星和那個星的榮光 都有分別 死人復活也是者 然後馬上講這句話 所以 這個是形容到 將來復活之後的 我們的形體 每個人有不同的 是有些人 有些人 是有更大的榮光 更大的榮耀 我發現一個問題 在這裏 41節 它說 日有日的榮光 月有月的榮光 星有星的榮光 它就很明顯地說 一定是光個月 月一定是光個星的 這裏就沒有 但要從它的排序 和我們一般的理解 我們都覺得 日日光個月 月有光個星 但要你去回剛才 鄧爾里那裏那句 你就說 使多人歸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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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光如星 其實如果我這樣對比 我可能會有個問題 我帶多些人信耶穌 我都是一顆星 我做不到月的 因為保羅和彈乃 這個比較是不同的 保羅呢 就是比較我們個個不同的 所以用日月星 但也就沒有比較日月星 只是說好像星那樣 你看到星曝光 就是這樣的意思 它不是一定 兩個人用同樣的比喻 你明白嗎 你明白這個意思嗎 它不是一定 就是這兩個人不是聯在一起 講話 它們是兩個人分開講話的 但也只是從一個很簡單的角度 它好像星那樣 永遠發光 跟保羅比較 那些星只有星 那也不是日月 如果這樣看 但是如果我們 就這樣單純看這個經文 就會說 意思就是它們應該是發光的 好了 既然 由以上的經文 我們可以達到的結論 就是我們將來復活的時候 是個個的榮光是不同的 有些人就會說 那光點是怎樣 你大光 我小光 那又怎樣呢 在《春夏日記》 《春夏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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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 我必将你放在盆石月中 用我的手遮掩你 等我过去 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 你就得见我的背却 不得见我的面 这里呢 讲了两次荣耀 大家可不可以讲 在哪节和哪节又讲到荣耀 十八和二十二 所以神没有转话题 神是讲着荣耀的 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 不过神就答他 就不是答荣耀 他说我要显出我一切的恩慈 在你面前经过 但在二十二节 他说什么 我的荣耀经过 上面就说 恩慈经过 下面就说荣耀经过 这两句说话 他说给我们听神的荣耀是什么呢 让我们知道神的荣耀有什么质素呢 摩西说我想见到这个荣耀 摩西真是很渴慕神 他见到神 其实神都有荣耀给他看到 摩西由他起初在这个燒着的荆棘树那里 一路见到这些火一路烧着一路有荣耀 一路有荣耀 他上西乃山一定有荣耀 他下来的时候 他面都发光 但他依然想见到更大的荣耀 所以很渴慕神 那他求见神的荣耀 神说好 我答的时候就答荣耀 我将我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 然后后面就说二十二节 我的荣耀经过的仇 那由这个经文我们看到 神的荣耀包括什么呢 神的属性 神的属性 什么的属性呢 就是恩慈 是的 没错了 即是说神 那你再将他解释得完整一些 解释给人听 神的荣耀包括他的恩慈 是有什么意思在那里 神的荣耀是充满恩典 充满他的慈爱 是 即是整句 就是说运荣耀 即是什么意思呢 神的荣耀是充满恩典 充满他的慈爱 等等这些质素 他的属性全部 就是要被摩西知道 即他除了看神的荣耀之外 也都看过神的属性 是的 非常好 我想你能够这样说出来 就是说神的荣光 神的荣耀 是带着神的属性 就是他的恩慈 那我讲一讲 有些人上天堂的经历 其中一个人叫Ion McCormick 他上去天堂的时候 他因为在地狱上来 刚刚他临到死的时候 他就悔改 他先下了地狱 然后他见到上面有光 然后他拉拉上去天堂 看到首先光 他看不到耶稣 然后看着看着就见到耶稣 看到耶稣之后 耶稣就问他 你想不留在这里 他觉得自己不配 他立刻说 我又犯罪 又吸毒 又玩女人 就是他很多事情不好的 当他讲第一样的时候 他就见到耶稣那里 有些波浪涌过来 他就以为神的 耶稣的能力 将他打回到地狱 谁知道 当那些荣光涌过来的时候 他感受很大的爱 他经历的时候可能二十多岁 但他讲的时候可能五十岁左右的样子 没有人能够预备好见耶稣 因为耶稣充满爱 他说当耶稣的爱来到 哇 立刻很感动很感动 我们可以想象有一天 我们去见到耶稣的时候 我们会说 哇 神原来你这么充满爱 原来你爱这么大的 就是好像我在1998年 安卡罗为我按手的时候 神的爱涌入我里面 就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我也都很想 时时停留这个状态 我也都时时期待 经历神的喜乐 但这个爱呢 我都试过有经历强烈的爱 但不及于第一次的 那这个因为 有时候我们初头 没有圣灵的充满 一充满的那一刻呢 那个能力很大 但是让我看到 哇 神的爱真的很大 那他就经历到这件事 那所以这个和这个经文 是很类似的 就是说原来呢 神的荣耀一经过的时候 他会带着他的恩赐 这里讲到呢 我们看回这个经文 就是神说 你不留见我的面 你见我的面就会死的了 《吉林传门20节》那里讲到 他就讲到这里有个盆石 你就站在一个盆石屋那里 我用你的手遮掩你 我过去之后把手收回 你就见到我背 却不得见我的面 那这里给我们看到 些什么神想做的事呢 为什么神会这样做呢 神的怜悯 和神想保护他 因为没有人可以见神的面 会死的 那上帝就会用这只手遮盖 以致到他看不到神的正面 是 即是说 其实神的最强烈的荣光 是没有人能顶得信的 如果是他见到荣光 他就会死的了 那就是神 即是神真的用尽一切方法 想他经历到神的荣耀 那原来当人渴慕神的时候 神可以做些这样的事 那他就用手遮住他 然后一过了之后 他就看到他的背 那我又问大家 为什么神的正面和背 为什么有不同的荣光 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应该神发出的荣光 很厉害 在前面 可能在他的背后 那张光没有那么光 这是一个可能的解释 有个意思是这样的 即是神可以显出他最强的荣光 他也可以显出最强的荣光 我们看到耶稣曾经上山上去变形 但是那些门童见到 一点问题都没有 没有说要死亡 要遮住他们 即是在那时候 我觉得耶稣不是将他所有的荣光显露出来 那就只是一部分的荣光 而当摩西要见神的荣光的时候 他想见到最强的荣光 但是神说你不能见到这个荣光 只能见到稍微弱的荣光 好了 将这个经文和这些经文一齐配合一齐 即是说有些人 他们忠心爱主 他们是更大的荣光 又即是代表更大的什么呢 由这个经文 是不是荣耀 是荣耀 不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有更大的什么呢 因慈 是的 即是说那些人很爱主 很侍奉主 很全心祝福人的人 将来会有很大的荣光 即是神的爱不断在他里面 涌流 不断享受更强烈神的同在 和神都有更密切的关系 而有些人 他上到天堂 其实上到天堂都很好 天恩都很好 不过是有更大的荣光 更大的恩慈 和不是那么强烈的荣光和恩慈 大家会不会渴慕 渴慕呢 渴慕呢 可以怎样做呢 可以怎样做呢 有没有人想回应呢 你如果学无神的荣光 他的荣耀和更大的恩慈 你可以做些什么呢 有没有人想回应呢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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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人想回应 其他人还想回应 我们跟神所吩咐 是否只是叫我们祈祷呢 即是 为神工作付出更多 为神工作付出更多 好 还有没有人想 这个是对的 其实你们两个都对的 我只是想大家完整的答案 有没有理解呢 多亲近神 亲近神 是 OK 其实是全面性的 全面性如何呢 首先多亲近神 然后 满有神的同在 和生命的改变 圣灵的果子 仁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 信实温柔接责 在里面显露出来 接着又祝福人 也都愿意放下一切 为主舍弃 放下一切 愿意祝福人的时候 他的赏赐是更大 他的荣光更加大 大家会不会渴望啊 我希望大家都渴望 将我们呢 这个群体建立出什么人出来呢 建立出一群呢 将来我们上到天上的时候 是一个大光的聚集 到时呢 因为有很多人上过天堂 他们都认得人的 也都圣经有例子的 譬如什么例子呢 当彼得约翰雅各 想和耶稣上去山上变形的时候 他认得摩西和伊利亚 从来他没有见过 摩西又没有见过伊利亚 但是上到他已经知道的 所以将来上天堂 你认得我 我认得你的 你不会说 你是哪位啊 好像见过 那个人不记得是哪位 不会的 个个都记得 我希望我们上到天堂的时候 是一个大光的聚集 就是说我们个个都是神所喜悦的 神所喜 欢喜的 真是为神去 真是将生命献上 放下一切的罪 一切的污蔑 这些是破坏的 亲近神 遵从神 走神的路 事事荣耀神 我们受训练的目的是什么呢 让我们祝福更多人 不要只是自己得福 心里面总是祝福人 神就起源我们 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一起 站起来 我们一起在神面前 祷告 去反思我们的生命先 反思我们的生命神 我们有什么地方需要悔改 我们没有跟从祢 求主耶稣 赏免我们的罪 叫我们 看重神的事情 圣经很多时候 讲到天上的分别 比如讲到 積财在天 就是说 钱财奉献在天上 是神是永远纪念的 而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 也都讲到 上一次看的就是金银宝石 我们为神做的 是神喜悦的事 是金银宝石 亦都有带来更大的荣光和恩赐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渴慕 那我们渴慕之先 我们首先悔改 就是说我们有没有懒惰 我们 是不是关心自己的事 多过神的事呢 我们有没有罪难助呢 我们现在心喜好的 有没有难助 我们跟神的关系 和荣慰神呢 我给大家少时间 去大家反思 和求主赦免 亲爱的天父 我们多谢你 虽然我们的好行为 在二塞的书讲到呢 都是带有罪污的 都是好像污蔚的衣服 所以我们需要在你面前悔改 就算我们做到最完美 都是不完美 但是 当我们真心想服侍人 想祝福人的时候 神你是喜悦的 神你会纪念的 当我们知道我们所 所谓好行为 并不是完美的时候 神你会赦免的 求主帮助我们首先呢 我们反思我们的生命 我们心中有任何的 贪心 自私 污蔑 以自己的事为念 不关心神的事 活在罪中 求主耶稣赦免我们 或者我们活在烦恼之中 憂愁 各样的问题 和人的人制的问题 这些都会难助神的荣耀的 求主赦免我们的罪 帮助我们将生命献上 当作活祭 是神你所起源的 我们将整个生命献上 不要跟从这个世界 我们任何一样东西 都不跟从这个世界 我们的心思意念 都被你改变更新的时候 就能够测验 神善良 神全可器的旨意 求主 诗恩祝福帮助我们 真是以神的事为念 帮助我们 真是学习 受训练 被神使用 去祝福更多人 整个生命献上 被神使用 多谢主耶稣 神你真的很好 你纪念我们一切 为你所做一切 你赏赐我们所做一切 你今生叫我们得百倍 来世得永生 永恒的祝福我们 神主帮助我们 全心将生命献上 我们的思想言与行为 神来就算叫我 耶稣 最初的情绪 神 神是有全心恩 神是万有恩典 所用的 万有恩典 神是够我们用的 神是挺养的 神仿可使用我们 祂全心祝福我们 祂全心祝福我们 神经常为 Ele 神经常为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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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願意做什麽 求主加力量給我 能夠做到這些 主耶穌求你幫助我們 真是幫助我們建立同人的關係 關心他們全人福音 建立人的靈命 發揮我們的恩賜 給神大大使用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祈禱奉主耶穌聖明 阿門 阿門 主祝福大家 請接受主的祝福 元主耶穌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慈 我和聖靈的感動上 與我們每一個同在 要我們走在神的路上 所做一切都是神所喜悅的 是神所歡喜的 是神會大大的賞賜的 元主祝福我們從今直到永遠 阿門 有份神祝福 人數不明欣賞 是神聖明的 人數不明欣賞 不明欣賞 不是神聖明的 是神聖明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